公广集团关注八八水灾的灾区重建工作 包括原住民电视台 客家电视台 公事新闻部 以及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对于南投神木村 台东嘉兰村 高雄县的小林村等重灾区 将进行长期持续性的报道 从这个星期开始独立特派员每个月都会开辟时段 和大家一起来观察灾区的最新状况 首先要来关心甲仙乡的小林村 小林村民在上个周末才举办的当地最重要的 希拉雅族传统庆典太祖业绩 在这之前他们重建了传统的信仰中心 宫谢 也有部分村民从龙凤寺搬进了 位在山林乡月梅农场的组合屋社区 10月18号在龙凤寺大厅 小林村民们正准备着参加观落音 希望可以到另一个世界看看过世的亲人 去找他们然后聊一聊说在一段时间 因为他走得很急速嘛 然后给他一个交代 跟王阳四的亲人有一个交代 你现在看民间的角度是对山坡 看起来山坡是山坡 看下去山坡 参加观落音的居民希望可以看到家人 但是在这个场次里却没有人能够如愿 10月25号小林村民从龙凤寺搬进了山林乡月梅农场的组合屋 有人煮了汤圆来庆祝入入措 家家户户也摆满贡品 祭拜祖先和的基祖 总共有58户100多人搬进了这个组合屋社区 每户房子有15坪 三房一厅也有卫浴和厨房 风灾之后第一次有家的感觉 陈太太一边整理家务一边做笔记 缺什么要记车 等一下要去买 组合屋的一大缺点是太热 村民希望能够加装冷气 或者用其他方法来隔热 如果有床帘就差了 床帘 我只能待会去高兴 要床帘 只能够缺乏 工人赶着种树 希望能够帮助遮阳也减少阳城 社区里有许多小工程还在收尾 到处可以看到碎石和钢筋 村民们希望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克服 每年农历9月15日 是高雄县贾仙乡小邻村的西拉雅人 举办太祖业绩的日子 今年小邻村在八八风灾 遭受极大的灾害几乎灭村 不过村民决定合力重建村子里的信仰中心 公谢 并且如期举办业绩 希望透过业绩的筹办过程 凝聚大家重建家园的信心 我想说让小园村赶快好起来 那个昂怡还有来看过 说这个盖起来 还跟以前的那个差不多 太祖透过女祭司昂怡 制定要在这里重建工蟹 连方位都选好了 往前一看刚好是南紫仙溪的河谷 那里正是两个多月前被淹没的家园 重建的工蟹是用竹子和檳榔树的树干大概 再用铁丝和钢索补墙 祭典要用的竹炮也已经准备好 还有些反映早期农村生活的用品也一起重现 小林村的村民有八成都是平埔族希腊亚人 他们希望透过文化的力量 凝聚重建家园的信心 10月31号 小林村在巴巴水灾之后 仍旧按照惯例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太祖业绩 没有让这个希腊亚族的传统因为灾难而中断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封连纪的意思 它那个就是封连 去年祖石流跟今年的那个风灾这样子 是办起来是比较感伤 今年的气氛和往年不同 在下午的祭祖仪式里 村民在祭司阿姨的带领下 提前跳着一般会在晚上彻夜进行的签计 过去负责业绩影像的小林村民徐建耀 这次仍旧是担任拍摄的工作 以前在拍的时候都欢迎在一起 现在没同 那是说现在比较久了 在一起的时候都会相信 到了晚上 业绩正式在宫械前面登场 欢乐的签系改成了追思会 有居民发表怀念亲人的颜色 都是生力 还要出外事 出来人 也有人要求政府协助居民参与重建 尊重我们的愿意 让我们亲手去打造我们的小林 对我们不要别的 只是说我们靠我们的手 因为我觉得重建过程 让我们参与才是最好的疗伤 更多灾区重建的讯息 请您锁定公广新闻平台的 88重建在地新闻网 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